Shanan Karen You 歡迎收看朋友圈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要介紹的朋友是 瑪莉莎柳 她是我認識已經18年的好友 而且她是從事洛杉磯華人做最大的 其實是唯一華人做最大的香水進口 Banissa 我聽Karen說 其實在洛杉磯從事香水進出口的事業裡面 華人很少 尤其女性你是唯一一個 是嗎 是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名牌香水 是一個賣方市場的商品 也就是說 今天這個廠商她要賣貨給你 她選擇你賣給你 她是要讓你賺錢的 好 不是說像我們一般的商品 是我們要去找客人 好 那所以在這個行業裡面會比較難進入 再加上美國的百貨業 幾乎都是猶太人的天下 所以呢 今天要拿到大批的貨不容易 我想問問瑪莉莎 那現在市面上最受歡迎的香水品牌是什麼 我們可以歸納這樣講 以男性來講 各大族裔都能夠接受的香水 排名第一這幾年來應該算是 Armani Aqua di Gio Armani這個牌子 好 那第二名的話呢 是Bergari這個牌子 好 那第三名的話呢 是Christine Dior 好 這個牌子 那他們在銷售量上面 還有在氣味方面 都各大族裔都非常的喜歡 好 那以女性來講的話 第一名是Christine Dior 好 銷售第一名 銷售數量銷售的那個價格都很好 好 那第二名呢 是Mark Jager 因為這幾年他們換了設計師 在平身的設計上面都很特殊 然後價格也都合理 都在100塊錢美金上下 好 所以銷售的也都不錯 那第三名是Gucci 這幾年銷售量也都很大 那在東西方都可以接受的 就是非常受男性女性都非常歡迎的一個牌子 好 氣味也都非常的好 那 最近幾年串得非常快的 有一個品牌叫Jo Malone 我相信大家應該知道 這是一個英國的牌子 好 那因為它跟市場方面有比較大的區隔 它是以植物的名稱來命名香水的名字 好 然後它走的是比較屬於花香系列的 所以在現在環保意識比較強的狀態之下 這個品牌在眾多的品牌裡面殺出一條血路 算是非常的難得 不過因為市面上這個香水品牌非常的多 而且我們聽說好像有很多假貨充斥期間 是不是 那我們買香水的時候怎麼樣可以辨認呢 有沒有什麼一些地方我們可以特別去注意一下 好 一般來講我們在買香水的時候 我們比較難看到瓶身 能夠看到的都是包裝盒 好 那消費者你可以 首先你可以注意看上方的部分 它的siliphone跟它的紙盒子中間 它的膠 它黏貼的模式 好 應該來講是很平滑很細緻的 而且它不會很寬 好 還有紙盒的縫隙 它必須是很密合的 好 然後我們看東西的話要看細節 好 然後還有就是底部 底部這個部分呢 因為它有barcode 然後呢它還有號碼 那一般來講呢 都是印上去的 不是貼上去的 好 所以這個部分呢消費者也 如果看得出來的話 其實你一般來講你喜歡這瓶香水 你上了官網之後 你大概看這個香水的介紹 然後你大概在買的時候 你注意到這些細節 好 從外面的包裝的部分來看 再下來的話 你可以看的是瓶身 好 本身呢香水的瓶子呢 名牌香水的瓶子都很重 好 它如果也可以讓你拿到香水的話 你可以去看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好 一般來講都是挺有分量的 是 如果做得很輕 好 原則上那個都是假的 好 顏色呢 顏色也很重要 因為這瓶香水如果你曾經用過 好 你對它的顏色你有印象 好 那你發覺你現在手上這瓶香水的顏色 如果比較深 那都是有點危險的 就表示它的色素加的比較重 那因為名牌香水的話 它不會用太多的色素 會影響它的香味 好 所以在顏色上也是一個 很好辨識的方法 好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平底 好 平底也是一樣的 它也是有號碼的 好 那這個號碼跟盒子是 要一致的 要一致的 對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辨認的方式 認識這樣的朋友多好 下次我們使用香水的時候 不管是我們買的時候 再使用上面 因為這也是一種禮貌 對不對 而且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質 對不對 對 所以每個人應該呈現出不同的香味 對 不同的場合 對 不同的季節 是 非常感謝 Marisa到我們朋友圈來 謝謝 我們跟朋友說再見囉 謝謝你 再見 拜拜 拜拜